肺部纹理增多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春莹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人医师 肺部纹理增多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概念 常见于哪些疾病的一个是 像慢性直气管炎 第二个就是急性的一些直气管感染 直气管炎 第三个就是 像这个兼职性疾病 比如说兼职性肺炎等等 它在影像学上都会表现为肺部纹理增重 对患者来讲 可能大部分患者没有症状 有些患者可以有咳嗽 咳痰 甚至气短 等等 常见的原因 有这个吸烟 大气的污染 等等 在这些环境下工作的这些人 再一个就是有感染 发生病毒感染 细菌感染 真具感染 都可以 因为一些这个原因不明确 像自身免疫性疾病 咳嗽肺部的表现 就可以是单纯的肺炎的增多 这种情况 一般是要查原因 大部分情况下 大部分都不要紧 关键是要查原因 看它有没有原因 查清楚原因 我们就可以对症治疗 我们就可以对症治疗 感染 都可以对症患者